咱们今天讲一个重庆地区的灵异故事吧 关于阴阳火锅 你们吃火锅的时候会点鸳鸯锅吗 就是那种一半白汤一半红汤的锅底 曾经有人告诉我 在巴蜀地区 许多有经验的老人是不吃鸳鸯锅的 因为鸳鸯锅也被叫做阴阳锅 你永远也不知道和你拼桌的那位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来自重庆的女朋友 小乔 我本来是一个不吃辣的男生 但是为了陪她 四年里吃了99顿火锅 幸好还有鸳鸯锅这种选择 后来 我其他的重庆朋友告诉我 当一个重庆人愿意和你一起吃鸳鸯锅时 那是一种近乎破坏原则的迁就了 我们本想着将第一百顿火锅作为纪念日 但是直到我们分手 这个数字依然永远定格在了99 毕业后的第三年 我到重庆出差 夜里肚子饿 便出来找夜宵吃 顺着昏暗的路灯走了许久 我也没见着一家营业的店铺 走着走着 突然一股麻辣鲜香的气味飘了过来 我抽了抽鼻子 顺着香味走了过去 绕过一片没有路灯的黑巷子 热辣的烟火器扑面来 不远处 一家火锅店里人声鼎沸 这是一家冻子火锅 据说抗战初期 重庆人民在全市大兴土木 挖出了全世界最庞大的防空洞体系 战争结束后 这些防空洞因为阴气太重 无法用于日常居住 但重庆人民另辟蹊径 开启了一家家冻子火锅 依靠火锅店的热辣与人气调和 反而成了重庆一景 这个故事还是小乔告诉我的 我心头一暗 甩甩脑袋 让自己不再去想 低头就要往店里钻 一边忙活的店主突然凑过来 伸手拦住了我 这是个满手油污的中年汉子 看着不起眼 但手上功夫不弱 几乎是一个人张路起了整个店面 怎么 不是做生意的吗 我有些恼怒 但还是耐着性子问 店主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说 外地人 看我点头 他挪了挪嘴 指了指店门口的供桌说 拜了再见 那是一个巴掌大的青铜雕塑 和一般店里供着的财神 观音之类的不同 这是一个跨马横见的将军 眼神尤其灵动 带着威严注视着我 仿佛随时会杖剑劈来 看我似乎有些疑惑 店主轻声解释道 这是八慢子将军 顶阴阳 分善恶 咱们 不保佑自己发财的吗 我心里奇怪 但也不方便问 就老老实实冲着神像拜了三拜 看我拜完 店主似乎松了口气 他侧身让开了路 说 店里忙 你看着做吧 小心点 吃完赶紧走 我越发觉得奇怪了 这哪里是做生意的态度 居然还赶人走 皱着眉头 我在店里环顾了一圈 却怎么也没找到空桌子 难道只能拼桌了吗 正愁着呢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阿声 到这儿来 我回头一看 一下子愣在了当场 那个笑颜如花 在阴韵的蒸汽后 若隐若现的精致面孔 不正是小乔吗 算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成年人大放一点 我这么劝着自己 深吸一口气 挤出笑容坐了下来 说 小乔 当年 别废话 点菜 看着小乔脸上的冷漠表情 我咽了咽口水 下意识地喊道 老板 冤养锅 话一出口 店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人们似乎听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话一般 纷纷投来了探寻的目光 好几秒之后 他们才重新转过头去 继续吃着自己的夜宵 店主皱着眉头走了过来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小乔 说 小伙子 我还是给你上个红汤吧 我尽量少放辣椒 我一乐 没事 就上鸳鸯锅 这是我朋友 我们以前经常这么吃 听到这话 店主将信将疑地转过身子 端来了一个鸳鸯锅 临走前还叮嘱离句 别惹事 八将军看着呢 看着沸腾的锅底 我好奇地问 小乔 你们重庆人 怎么这么奇怪 小乔再一次冷漠地打断了我 吃饭 说完夹起一片羊肉 放进了白汤之中 他之前不是一直只吃红汤的吗 虽然奇怪 但今晚已经被呛了两次 我也有些脾气 索性不去问他 自顾自家里一块培根 要去白汤里涮 没想到 小乔突然伸出筷子拦住了我 说 今天你吃红汤 他看着我 脸色依旧冷漠 一口白汤也别碰 我性情然低下了头 不知怎的 今晚小乔的气质格外冷烈 竟然让我有些害怕 我不自觉地就按照他说的做了 尽管店主说过会少放辣椒 但筷子一进嘴 我的舌头就似乎被火烧了一般 没吃几口 我就忍不住伸出了舌头 拼命扇着风 不行啦 太辣了 我要吃白汤的 我这么喊着 在白汤里涮了一块豆腐 小乔突然握住了我的手 说 不要 几乎相碰之处传来一股冰凉 让我浑身打了个寒颤 他的脸上第一次有了表情 眼中水汪汪的 近乎是哀求的语气 阿生 别吃白汤 看着他这样子 我却突然一股无名火燃起 就是这个表情 当年我苦苦哀求他不要离开我时 他也是这样的表情 我啪得甩开他的手 把豆腐塞进了嘴里 说道 我偏要吃 又怎么样 菜一进嘴 我却突然愣住了 熟悉的滚汤毫无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冰凉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下意识地把嘴里的食物吐了出来 小乔的脸上露出了夹杂着痛苦和喜悦的矛盾表情 他怅然若失地贪坐着 闭上了眼不说话 我小心翼翼地凑过去 想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却看见他仰靠在一背上 露出了之前被长发遮住 雪白的脖梗 细腻如凝脂的皮肤上 密密麻麻绕着一圈针脚 就像是就像是刚刚缝合完毕一般 我突然有些害怕 转身抛下他就走 连结账都顾不上了 店主没有拦我 只是在我冲出店门的时候 似乎隐隐隐隐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回到酒店 我忙头就睡 直到日上三杆 才浑身酸痛地爬了起来 我坐在床上愣了很久 才想起来昨晚的事 犹豫了一下 我掏出手机 拨通了那个记忆里的号码 小乔 昨晚 我已经做好了被埋怨的准备 电话那头是个苍老的女生 你找小乔 我一愣 说道 您是他母亲吗 阿姨您好 我是小乔的大学同学 能把电话给他一下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才沙哑着说 小乔已经去世三年了 我吓了一跳 明明昨晚我才见过他呀 听我这么说 阿姨似乎也有些吃惊 我问清了地址 打车去了他家 没错 小乔当年不顾我的哀求 执意要抛下我回老家重庆 但却在回来的第二天 就遇到了一场重大车祸 脖子被一截铁片削过 当场失手分离 后来 乔阿姨好不容易 才找到了最好的入恋师 为他把脑袋缝回了脖子上 这才体面地举办了葬礼 听到这些 我感到一股凉气 顺着几杯钻进脑门 想到昨天看见小乔脖子上的缝合线 颤抖着问 阿姨 那我昨天看见的是 乔阿姨似乎也很激动 她不住地抹萨着手上的遗像 含着泪说 那是小乔回来了呀 我念了他三年 他终于回来了 你在哪看见的他 快告诉我 我回忆了半天 才勉强报上了地址 乔阿姨思索了许久 还是摇了摇头 我在重庆住了四十年 从来没听说过这家洞子 不过 她盯着我的脸看了许久 才慢悠悠地问 阿胜 你和小乔 不只是一般的同学吧 我摸了摸鼻子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以前出过一段时间的对象 乔阿姨叹了一口气说 这就对了 老人们给我讲过一个传说 这鸳鸯锅又叫做阴阳锅 过去有人思念去世的亲人 就会在半夜找个阴气重的地方 吃起一口鸳鸯锅 如果去世的那人也同样最牵挂他 便会现身一起来吃 活人吃红汤 死人吃白汤 吃完这顿火锅之前 阴阳相隔的两人就能短暂地相见 我当年也试过 想再见一次小乔 但没想到 他最牵挂的居然是你 听到这儿 我的汉毛早就根根直立起来 猛然间 我想到一个恐怖的事实 忙不迭地问道 那若是活人吃了那白汤呢 活人若是吃了白汤 便是与死人结了鸳鸯 从此阴阳不分 双宿双飞 也有叫冥婚的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惊讶地问道 你不会是 看我点头 他犹豫着说 虽然站在母亲的角度 我很想见到小乔 但凡是结鸳鸯的活人 还没有活过七天的 我心里早就一片冰凉 但还是强颜欢笑道 传说嘛 都是空穴来风的 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我不信这些 昨天大概就是个奇怪的梦 阿姨真是不好意思 打扰您了 嘴上这么说着 我转身逃跑似地离开了乔家 回到酒店 我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湿透 外面已经偏测发黑 但我连饭也顾不上吃 拿出手机 就订了一张明天最早的机票 我要立刻离开重庆 订单支付成功的那一刻 我长松了一口气 瘫倒在床上 肚子此时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我坐着身子 打算让酒店送一份晚餐上来 正这么想着 门突然被敲响了 先生 您的晚餐 我一愣 心想 这家酒店不错吗 真会替人着想 打开门 却看见服务员推进的餐桌上 放着一个简易的鸳鸯锅 我汗毛医术 浑身打了个机灵 你 你怎么送了这东西上来 服务员有些疑惑 刚才不是您太太 打给前台订的晚餐吗 我额头上 已经慢慢清除汗珠 但我却顾不上去擦 咬着牙对服务员说 没错 刚才是我糊涂了 东西放下 你先走吧 服务员一关上门 我就再也忍不住了 冲着空无一人的房间 歇斯底里地爆发了出来 小乔 你给我出来 既然已经死了 就该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 为什么还要来缠着我 我又摔又砸 发泄了一通 却什么回应都没有得到 我喘着粗气坐到床上 刚想歇上一会儿 关着门的浴室里 突然传来了 稀稀利利的水声 还有一个熟悉的女生 轻轻哼唱着曲子 似乎正在愉快地洗澡 这是小乔当年最喜欢的歌 看着浴室磨砂玻璃里 隐隐约约显出的窈窕身影 我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 和小乔在校外小旅馆的那些夜晚 我攥着拳头冲进了浴室 却一下子扑了个空 除了正在喷水的淋浴头 什么人也没有 外面啪的一声 似乎是什么东西打碎了 我黑着脸回到桌边 看到了地上打碎了一把瓷扫 鸳鸯过的白汤里涮了一些菜肴 一双筷子摆在锅边 似乎刚刚用过 怒从心起 我也不再闹 几步走到桌前 往红汤里涮了几块肉 面无表情地吃了下去 尽管辣得涕泪横流 却依然忍着痛苦 喊道鸳鸯过也吃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还想怎样 似乎是消停了下来 接下来直到入睡 什么异常事件也没发生 夜里 我睡得迷迷糊糊 却依稀觉得鼻子有些痒痒 好像有谁正拿头发挠我一般 别闹 我不满地挥了挥手 指尖掠过一缕绣发 然后茫然惊醒 一下子坐了起来 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逐渐远去 那个方向 可是十八楼的窗台呀 事到如今 我哪里还敢睡 打开手机调出一曲大悲咒 单曲循环到了早上 小桥这是真的跟上我了呀 我苦笑一声 打了一辆出租车 打算再去前天的那家冻子火锅看看 清晨的重庆 街上还没有什么人 这个慢生活的悠闲城市 带给人一种特别的舒适感 但我却并没有心情享受这些 一下车 就冲着那家冻子奔得过去 正巧将店主堵在了门口 店主刚刚换完衣服 锁上了火锅店的大门 正恭恭敬敬地从供桌上将神像请下 似乎是才刚打烊 我几步凑过去 伸手要去拍他肩膀 这位巴曼子将军的故事 我也稍微查过一些 据说是周朝是巴国的将军 忠心两全 被百姓们爱戴 死后一直受巴蜀一代民众香火 也算是本土信仰 朝阳出生 一缕沉曦落在神像的剑人上 反射出灵力的光芒 直射我的眼睛 我下意识地伸手挡光 突然觉得被照到的掌心一热 浑身上下一阵轻松 仿佛有什么负担被卸下了一般 一声微弱的惨叫从耳边传来 迅速远去了 店主似乎也注意到了 回过头看见愣在原地的我 笑了笑说 是不是惹祸了 此情此景 我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连声拜求道 老板 求你救救我吧 店主不答话 只是将神像用红布裹好 小心地放进包里 这才一摆手说 跟我来 我跟着店主走了好一段路 进了一间巷子里的茶馆 茶馆似乎是刚开门 一个精神绝说的白发老头 正在擦拭着茶碗 店主似乎是熟门熟路 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说一壶老阴茶 大概是早上没什么生意 老头送来了茶水 也不走了 坐在一旁盯着我看了两眼 说 小伙子 是不是前天的姑娘出事了 我闻言一愣 仔细看了许久 才猛然想起来 那晚在火锅店里 似乎这老头就坐在隔壁 和一帮老头也一起吃着火锅 对着店主和老头 我忙不迭地 把小乔的事情说了出来 店主皱了皱眉头 说 小伙子 要我说 这一件事也怪不得旁人 你拜过八将军的神像 哪路妖魔鬼怪也不敢乱来 但这鸳鸯锅 可是你自个儿点的 还不顾劝告自己吃了 这叫做自食苦果 我苦笑一声说 老板 您就别挖苦我了 您敢开这么一家店 想必也是有本事的人 就给我指条明路吧 店主摇了摇头 说 我能有什么本事 这家洞子每天晚上营业 早晨关门 来的不是黄仙灵怪 就是乌婆神汉 全靠八将军阵 那天我看你面不改色地 点了鸳鸯锅 和对面的女鬼 一副很熟络的样子 还当你是外地来的过江龙 到山城办法时来着 想不到 居然是个厨 我又把哀求的目光 盯将了老头 这位大爷 您能在冻子吃饭 肯定也不是普通人吧 老头还没说话 店主已经吃笑一声 说道 他不过泡了一碗安魂茶 山城上下不论阴阳 都给他几番面子罢了 自己都活不了几年了 老头也不生气 笑呵呵的 似乎被奚落的 不是自己一般 店主叹了口气说 刚才你借八将军的锐气 暂时驱走了身上的东西 但今天晚上 他必然还会回来 你们吃了鸳鸯锅 这件事八将军也管不了 要我说 趁这几天 把该办的后事都办了吧 到了下面 欢迎你们小两口 再来照顾我生意啊 难道真的没救了吗 我低下头漠然无语 就在万念俱灰的时候 老头突然端给我一碗茶 放心吧 传到桥头自然止 小伙子 喝了这碗安魂茶 补补惊奇再说 不然没等冤魂索命 你就先累死了 茶一入口 淡淡的香气亲人心脾 我一碗没睡的疲劳 一下子去得干干净净 今天晚上 你给冻子张打个下手 就待在那 山城里的三角九流 都好他这一口火锅 你在那 还怕找不着高人帮你吗 这话在里 听老头这么说 我一下子有了希望 没错 解铃还须细铃人 在冻子火锅毡上的事情 说不定也能在那解决 我本以为自己 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 打个下手 还是没问题的 没想到 却总是给张老板帮倒忙 反而拉低了他的效率 被灰溜溜地赶到了一边 坐在店门口 我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 看着天色渐黑 张老板在收拾着材料 突然 一股香风袭来 耳后传来一个轻轻的声音 在干嘛呢 刷微博 话刚出口 我突然僵住了 冷汗从额头低落 小心翼翼地扭着头 用眼角的余光 瞥见了身后的剑影 我一个机灵跳了起来 躲到了张老板身后 哆哆嗦嗦地指着那个方向说 瞧 小瞧 张老板放下手里的菜 用围裙擦了擦手 说道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 八将军的地盘 百无禁忌 小瞧从黑暗中露出一张脸来 带着委屈的泪花 说道 阿生 我从来没有强迫过你什么 鸳鸯锅的事情 也怪不得我呀 我忍不住冲他大喊 那你走啊 为我好就赶紧走 张老板似乎看不过去了 一把将我从身后扯了出来 说道 天理循环 他也做不了主 你一个大男人 能不能有点担当 他端出一个鸳鸯锅 砰的一声架在桌子上 说道 你们先聊 我继续忙去了 一会儿别忘了结账 我战战兢兢地坐了下来 看着小乔从夜色中走出 迈着优雅的步伐 坐在我对面 阿生 你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小乔低声说着 拿起筷子 在红烫里涮了一块黄喉 然后在茶水里绿了绿 送到了我的碗里 眼前的一幕让我有些恍惚 记得第一次和小乔出来吃火锅 我逞强要吃红汤 结果辣得半死 小乔为了让我尝到原汁原味的重庆火锅 都会把菜在红汤里烫好 再放到白水里过一遍 而黄喉正是我最爱吃的菜 这样熟悉的场景 将我的恐惧也冲淡了不少 我夹起那块黄喉吃下 犹豫了几秒 夹起一片羊肉在白汤里涮好 放到了他的碗里 我努力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说道 过去都是我吃白汤你吃红汤 想不到现在却反了过来 小乔却没有吃 而是低着头流下泪来 阿生 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 我摇了摇头说 不好 当年你执意要走 让我很是消沉了一段时间 错过了笑招季 如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 用了三年才勉强走到正轨 现在你又把我毁了 小乔哽咽着说 对不起 当年我妈一定要逼我回来 甚至说我不回家就自杀 我也没有办法 行了 我打断了她 诚恳地盯着她的眼睛 说道 既然过去了 我们各自松手不行吗 你能放过我吗 小乔摇了摇头 说 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被限定在了你的身边 无法离开 你也会慢慢被我吸走洋气 这是改变不了的 这时 一个尖利的嗓音突然响了起来 我当多大的事 原来就是个阴阳寇啊 我回头一看 一个浓妆艳抹的老伯伯 翘着腿坐在一边 抽着一杆老式烟枪 斜眼看着我们 她的身边站着几个老头 其中一个正是茶馆那位 茶馆老头冲我笑了笑 只是老伯伯说 这是观音桥的阎奶奶 红是白是都很熟络 要说山城谁有办法解开这阴阳寇 非她莫属了 严奶奶哼了一声 说道 现在才知道公为我 早五十年干嘛去了 茶馆老头尴尬一笑 说 书分 外人在场 年轻时候的事就别提了 我们都一把年纪了 还说这个干嘛 严奶奶白了她一眼 说 行了 和你那帮死鬼追忆似水年华去吧 这件事交给我了 茶馆老头冲我摆了摆手 和其他几个老头坐到一边去了 我冲老婆婆坐了个一 说道 这位严奶奶 您真的能帮我吗 严奶奶看了一眼几个老头的方向 不满道 她都把海口给我夸出去了 我不行也得行了 真是的 宁愿天天晚上陪这帮死鬼 也不肯去我那坐坐 我觉得有点别扭 这不一般是对丈夫撒娇才会用的词吗 严奶奶似乎看出来我在想什么 失笑一声说 那几个是他老战友 不过现在也只能 每晚在这个洞子才能见面了 我叫他们死鬼 你可别想歪 字面一字而已 我琢磨了一下这句话 吓得不敢再问 缩着脖子 往老头们的反方向退了退 严奶奶看了一眼小瞧 磕了磕烟枪 慢悠悠地说道 你们这件事啊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我好歹也在职场混了几年 文贤生儿之雅意 掏出兜里所有的现金递了过去 说道 那严奶奶您看 这话该从何说起 严奶奶数了数钞票 满意地笑了笑 坐直了身子 正色道 要想解开这阴阳寇 有两条路 其一呢 是我曾经听到的法子 早些年间 成都有个女娃 结婚一个月就成了寡妇 思念丈夫成吉 就请了阴阳锅 但后来又后悔了 托人托到了武侯词 才解决了这件事 我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诸葛武侯的大名 谁人不知 这法子定然靠谱 找个八卦俱全的地界 再摆上一道火锅 所谓以毒攻毒 你猜猜 这会要摆个什么锅呢 说到这里 顿奶奶居然卖起了关子 我宁神想了一想 说 武侯八卦 难道是 对头 顿奶奶一排大腿 说道 这个锅底就叫九宫阁 我文言一愣 忍不住环顾四周 就这家店里 至少有七八个九宫阁 正在烧着 就这么简单 顿奶奶继续说道 当然 这九宫阁也没这么简单 首先这锅底 得用蛇骨 虎筋 抱胎等 共九种名贵药材 熬煮的时候 还得凑齐九个 有能耐的高人 上告罗侯 济都等九要新军 我赶忙打断了他 说道 神神叨叨的 练仙丹啊 我哪来这么大本事 凑齐这些 顿奶奶瞪了我一眼说 不然你以为呢 这可是从 顿王爷的手底下抢人 小乔捏如着说 阿生 我家还有些积蓄 要不然 我摆了摆手说 我去过你家 知道你妈也没什么钱 再说 多这几万块 也顶不上什么用 顿奶奶 您还是说说 这第二条路吧 顿奶奶此时 却突然住了嘴 似乎有些犹豫 好半天 才从牙缝里 挤出几个字来 其二 既然阴阳相逆 会害你性命 索性就阴阳一统罢了 我差点没忍住 骂出声来 什么意思 这就是要我当鬼咯 小乔却仿佛 听懂了什么 说道 阿生 顿奶奶的意思是 让我还阳 什么 我今晚受到的惊吓 嫁起来也没这句话大 小乔是死了三年的人了 骨灰还在公墓里埋着呢 怎么可能还阳 颜奶奶眯起了眼睛 似乎带着一些危险的光芒 说 你听说过戒尸还魂吗 我犹豫了一会儿 终于还是忍不住诱惑 试探着问 您的意思是 找一具刚死不久的尸体 让小乔覆山 不 尸体可不行 得是生龙活虎的年轻姑娘 还必须对你十分信任 心甘情愿入套才行 严奶奶话音一落 又抽起烟不说话了 我一正 信任我的年轻姑娘 这一时半会儿 要到哪里去找 我不由地发起愁来 叮咚 手机突然来了一条微信 我拿起一看 突然愣住了 学长 我抽中一张 去重庆的免费机票 明天就去旅游了 听说你也在重庆 要不要一起吃顿饭啊 落款是一个灿烂的笑脸表情 我深吸一口气 看了看老神在在的 严奶奶和楚楚可怜的小乔 内心忍不住挣扎起来 严奶奶冷不丁地提醒了我一句 你只有五天的命了 我一咬牙 下定决心 回复他说 那就这么定了 学妹 打完这几个字 我浑身湿透地摊在了椅子上 学长 这么神秘 你到底要带我 吃什么好东西啊 姑娘乖巧地跟在我后面 看我一直沉着脸部说话 才小心翼翼地揪了揪我的衣角 我不动神色地侧过了身子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要用怎样的表情 去面对学妹 我承认自己不算个好人 但还做不到面带微笑地 将一个信任我的人送入深渊 我说 前面就到了 这是重庆最正宗的冻子火锅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 即使背对着它 我也能听到顾良带着笑意的声音 我相信学长找的店肯定超级好吃 学长最靠谱了 火锅店门口 张老板注意到了我 放下手中的活迹 皱着眉头看了顾良一眼 问道 阿生 这是谁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好 被张老板看见了 据严奶奶说 山城上下 只有这里风水最好 适合办事 所以张老板的火锅店 才会开在这里 但我们即将要做的事 说到底 还是属于伤害无辜 八将军是否会同意 还不得而知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干脆瞒着张老板 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我额头侵出冷汗来 支支吾吾地说 这是我朋友 专门从外地来的 没想到张老板闻言 居然一挥手说 既然是外地的先生 就别拜八将军了 道不同 冲撞了不好 我懵懵懂懂地 拉着顾良走进店里 才猛然反应过来 张老板估计是把顾良 当作我请来解决事情的风水师了 和顾良落座 我用眼角的余光携视一边 严奶奶和茶馆老头 坐在临桌 悄悄对我点了点头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顾良已经开了口 学长 想不到还真的有火锅店啊 午夜了生意还这么好 我还以为你之前 是找个借口拖延时间呢 我一愣 哪有大晚上拖延时间 不让你回去的 除非说到这里 我自觉失言 尴尬地闭了嘴 却看到顾良 已经脸蛋通红地低下了头 火锅上来了 我连忙指着菜肴缓和气氛 那尝尝这最正宗的重庆火锅 我知道你不爱吃辣 专门要了这种锅底 眼前的火锅 看上去像是两个童心圆 大圈里全是红汤 但正中的一个小环内 煮着一小片白汤 这种锅底 有些外行的火锅店 也会叫做鸳鸯锅 但最正确的叫法是子母锅 没错 这就是严奶奶所说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说 吃了鸳鸯锅会双宿双飞 那吃了子母锅 便是你中有我 顾良咽了咽口水 加起一片豆腐药涮 我赶忙拦住了她 说道 别急 我有个人要介绍给你认识 小乔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坐到顾良的对面 对着她露出了一个 不忍的歉意笑容 你好 我叫小乔 是阿生的女朋友 顾良的眼神一下子变了 筷子上夹着的豆腐 不小心掉在桌上 她手忙脚乱地去家 被我先一步拦住了 没事 掉了就算了 顾良抬起头 勉强挤出一个失望的笑容 说道 学姐你真漂亮 和学长好配呀 小乔似乎从顾良的笑容里 看出了什么 扭头瞪了我一眼 说道 谢谢学妹的夸奖 我是本地人 你远来试客 好好尝尝重庆美食 她在白汤里涮了两块肉 分别嫁给了顾良和自己 我则硬着头皮 在红汤里涮着菜 不声不响地吃着 看到顾良吃下了那口菜 小乔突然站了起来 对顾良鞠了个躬 说道 小妹妹 对不起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顾良仿佛想通了什么一般 突然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啤酒 仰头一口气喝完 大声对我们说 学姐学长 我祝福你们 不用指教了 我也不想没事来打扰你们 她也站了起来 揉了揉眼睛往外走 学长不好意思 我突然有点急事 先回去了 学姐 替我照顾好学长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我苦笑一声 傻姑娘 你和小乔说的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 严奶奶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小乔叹了口气 向顾良消失的方向飘去 这一晚 虽然没有小乔在 但我依然没有睡安稳 整夜都在担心 事情是否顺利 直到早晨 我接到了顾良的电话 学妹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阿生 是我 成功了 我马上去找你 电话那头 虽然还是顾良的音色 但却给我完全不同的感觉 酒店大堂 我见到了顾良 或者说是小乔 小乔爱穿的长裙 披在了总是爱穿运动装的顾良身上 让我觉得有些违和 但却又带来了一种异样的熟悉感 我有些不敢相信 试探着问 你是 他温柔一笑 替我撩了撩冰角 说 陪我回一次家吧 三年没见我妈了 我心里一震 成功了 我的命保住了 而且小乔也回到了我身边 去乔家的路上 我忍不住问小乔 现在你什么感觉 小乔笑盈盈地说 很好 虽然和这副身体 还有些不协调 但我已经很满意了 而且顾良的记忆 也都在我脑子里 以后应付他的家人朋友 没什么问题 不过为了避免 有破绽 慢慢地 还是和他们断掉联系吧 我支支吾吾地问道 那么 顾良是不是已经 小乔叹了口气说 他还没死 他也在这副身体里 只不过失去了 对身子的掌控 我的所见所闻 他也能完全感受到 他会眼睁睁看着我 以他的身份生活 和他的亲人朋友交流 却对一切无能为力 却对一切无能为力 见到了乔阿姨 他疑惑地看着我们 小乔走上前去 把他拉到一边 讲了些只有母女二人 才知道的事 没一会儿 两人就相拥而弃 乔阿姨一手抹着眼泪 一手紧紧拽着小乔不放 你终于回来了 妈妈想死你了 当年是我不好 如果不是我非逼你回来 你也不会死了 我也是没办法 你爸死得早 我真的离不开你 你去外面读几年大学 我已经快疯了 小乔哽咽着安慰妈妈 没事妈妈 我不怪你 你看我不是回来了吗 我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 让二人享受着重逢的时光 直到夜色渐深 他们情绪稳定了 我才开口道 阿姨 过几天 小乔还得和我回去 他毕竟用的是别人的身体 为了避免怀疑 要先回去几年 等风头过去了 到时候是我们回重庆 还是把你接过去 都好说 乔阿姨忙不迭地点头 记得回来就好 我不会再干涉你们了 我站了起来 说道 小乔 你继续陪着阿姨 我去下洞子火锅 这次多亏了 严奶奶他们 我得好好感谢一番 进店的时候 张老板只是瞥了我一眼 没有和我说话 我有些奇怪 不过到底心虚 也不敢问他 只是进门直奔严奶奶 他和茶馆老头 早就做了许久 连连招呼我过去 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严奶奶得意一笑 事情成了吧 我冲他一笔大拇指 断起酒杯 说道 这事办得安逸 我敬您一杯 接着我又对茶馆老头 断起了杯子 大爷 这次也多亏了您 我和您萍水相逢 您却不求回报地 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没说的 我干了 茶馆老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稍微测了测身子 没有接我的这一杯 老汉我也不能说是 不求回报 哦 这话怎么说 我有些好奇 还没来得及问 电话响了起来 阿胜 你胃不好 晚上少喝点酒 知道吗 放心吧 小乔 我心里有数 挂掉电话 我冲大家歉意的一笑 你们看 刚回来就管上我了 以后的日子啊 苦闹 这边 张老板端上了一份火锅 说道 那 怕你对鸳鸯锅 有心理阴影 我专门换成了子母锅 放心吃吧 我哈哈一笑 在白糖里涮起了肉 这几天 我都没好好吃过饭 今天可以放心吃一顿了 久至半憨 我问出了一个 困扰自己许久的问题 你们说 我当初来吃个饭 怎么就那么巧 和小乔遇上了呢 严奶奶笑了笑 指了纸店里的摆设 说道 小伙子 你看这桌衣板凳的摆放 那是有讲究的 这是个风水镇 老婆子我亲手不下的 专门吸引心有牵挂 却阴阳相隔的人鬼前来相会 你和那女娲会来这里 都是命述使然呀 我一个机灵 这 严奶奶 您布下这么个镇事做什么 茶馆老头叹了口气 说道 还不是为了我 我呀 前段日子脑子里长了个流 随时都会一命呜呼 书分呢 怕我残魂迷失 特意布了这个镇 就是为了确保 以后还能相见 我好奇地问 严奶奶 您神通广大 没有算算大爷哪天过世吗 话一出口 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哪有当面问人家哪天死的 没想到 严奶奶却不以为意地说 怎么没算过 六月初三 我翻出手机上的日历 一眼看去 却愣在了当场 今天 已经是六月初四了 我打了个寒战 下意识地往桌下看去 茶馆老头的椅子下面 空荡荡的 没有腿 看到我发现了 他叹了口气说 没错 小伙子 我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绞尽脑汁想着 怎么才能不尴尬 却听到严奶奶说了一句 让我震惊的话 小伙子 谢谢你了 这子母锅的法子 我本来也不知道 能不能成 有你们帮我这一番实践 我就有把握了 听到这话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抢笑着站起来 那什么 二位 我女朋友管的严 我得赶紧回去了 刚要迈开脚步 却突然感觉一阵 头晕目眩 严奶奶冲我一笑 露出了香筋的大牙 小伙子 这子母锅 好吃吗 茶馆老头叹着气 冲我说了句 对不住了 然后朝着我走了过来 我赶紧冲着店门口大喊 张老板救命 八将军快来呀 可我看见的 却是张老板拿着红布 将八将军的神像裹住 然后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他们 十一伙的 失去了神像的庇佑 茶馆老头也不再犹豫 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是谁 对了 我是阿生 嘿嘿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阿生了 年轻力壮的身体 就是好啊 书坟观起的眼光 朝我看了过来 怎么样 我微微一笑 拿起他的烟枪抽了一口 安逸 记忆也差不多继承了 老张擦着手走过来 这么说 这法子可行 以后 我们三个就能靠着这金蝉脱鞘之计 长生不死了 行了 收拾收拾东西 别被外人看出破绽来 我拿出兜里的手机 笨拙地操作着 我先陪这小女娃糊弄一段时间 书分你算算自己 还有多少日子 到时候了 我就带她回来 说完 我拨通了顾梁的电话 笑着说 小乔 我是阿生 明天我们就离开重庆吧 我拨通了顾梁的电话 我拨通了顾梁的电话